大家好 升旗得獨 今天是2023年9月29日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是農曆8月15日 今天是中秋 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希望大家人月兩團圓 大家有沒有想過 曾經是中國大陸的首富 現在落得被捕的下場呢 有時候大家不是開玩笑的 祝福別人 祝福別人 中秋節快樂 人月兩團圓 真的 要回復訓才行 這個世界 是有很多 遺憾的事 所以真的要把握一下身邊的福氣 過去這四年以來 其實我們也真的很認真去思考 我們 當然 不是付出最多的 但是我們肯定是其中一批 是付出了很多的人 我們其實並沒有後悔站出來 也沒有後悔付出 我們最後悔的 就是被騙徒埋身 更加把他的 華陽瓜葛 牽扯到我們身上 不斷地 再一而再 再而三 在說 那些所謂逃亡 的費用 我們真的 很大膽地再說一次 幾十萬 對很多 香港人 就像我們這些中產 做了很多年來的人 來說 在社會上 有那麼多地位的人 不好意思 其實 幾十萬 不是很多錢 但是對於騙徒來說 就不一樣了 幾十萬 可能是他身家性命財產 又或者他騙了很多人幾十萬 騙了很多人幾十萬 那麼他 就可能有很多錢 2019年就是成為了大量的騙徒 在騙財的地方 所以我們 也有很多 聽眾和核心支持者 叫我們真的不要再搞了 不想你們那麼勞氣 事實上身邊的人 在他們的眼中 他們很多是熱心的人 都覺得身邊的人是沒得救的 我給他們的回覆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 所有的有心人 我們保持著 我們的心 時勢 是如此惡劣 在說人心 不是說國際局勢 人心如此惡劣 我們寧願大家 有如此熱心 有如此善心的人 我寧願你留住這份真心 我們 在適當的時候 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再把 心拿出來 我們也跟大家揭露過內卷 內卷不是只在中國大陸發生的 在香港 黃藍界別 全部通通都有內卷 黃這邊不用說 簡直就是極度嚴重 那些組織為了互相收割對方 擔心對方 在他們眼中 在他們眼中 完全當那些支持者 完全當成是客戶 出現了一個情況 就是逢是你任何其他人 做的事情 他們都表示反對 就叫其他人要支持他 就是現在的情況 這個就是 民運也內卷 社運也內卷 香港在內卷 中國大陸超級內卷 不好意思 本身不應該說那麼多 就是國內用語 不過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其實是內鬥 這是華人的特色 一而再 再而三得到人值 真的要回來說許家印 許家印早前就是被 遺捕 他和他的兒子 還有大量恆大的高級本領人員 全部被中國大陸 帶走調查 你有沒有想過中國大陸的首富 會落得今時今日的田地呢 你可能有想過 如果你真的有想過 真的代表你有智慧 因為在中國大陸 是風高浪急的 在中國大陸你做首富 隨時好像許家印那樣 然後 就是要落鑊 甚至乎是被消失 其實 我真的有個感覺覺得 到最終 許家印是會消失的 因為恆大的煲 實在是太大了 那個藤 無論如何填都填不下去 而這件事 對中國大陸的當權者來說 這件事實在太過噁心 所以內地媒體也報導這件事 說許家印和他的兒子 被圍捕 Tony也跟大家詳細分析 到底是不是 對他用酷刑呢 是不是要他招供 問他的錢去了哪裡 最新還有更加多的消息 就是說原來 他老婆 已經是潛逃 原來消息流出 說他在7月份的時候 已經 逃逃地離開了香港 香港再次成為逃犯天堂 成為中國大陸 這群富豪 避風港 更加成為了潛逃的地方 是潛逃的渠道才對 在香港 暫時避過中國大陸的拘捕 然後 就是離開 你說他會不會在 倫敦的街頭 或者蘇格蘭 格拉斯哥被人發現 是有可能的 其實他們可以走的地方也有限 不過 英國對你的保護是有限的 如果他們在格拉斯哥出現 隨時 被中差館 中差館變成中差館 隨時被中差館 的海外警察 就是周住 然後 就可能會逃到中國大陸 但是沒有辦法 這群中國人 他們也要圍牢 他們就是會選擇多中國人的地方去 其實有機會 掛出了 丁玉梅 出來 根據消息所說 就是丁玉梅 跟許家印早前搞離婚 搞離婚其實就是資產轉移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尤其是對於 有錢的人來說 他們有些有錢人 忽然之間搞離婚 其實 絕對不是真的離婚 而是可能 是叫做債 債主 上門 你知道他們借錢借很多 因為做生意 做有錢人 可以借到很多錢 債主臨門 假裝離婚 假裝離婚 老婆就可以大搖大擺 瓜分這個身家 成功把資產轉移給老婆 然後老婆帶資產離開逃亡 據說許家印 前妻用括弧括著 叫做丁玉梅 就說他早前 跟許家印搞離婚 實際上其實是在搞資產轉移 他 在7月份離開香港 原來現在已經逃之夭夭了 留在香港並不安全 香港有那麼多強力部門 香港也有國安公署 以前那些強力部門就是國內的 公安 國安 在香港執法 現在香港也有國安公署 不過香港的國安公署 就不是用來幫大陸做事 而是自己 地方官在貪污 說回丁玉梅 丁玉梅一直就在香港 早前恆大還在搞債務重組 大家應該還記得 當時最新公告裏面 丁玉梅 忽然之間變成了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聯人士的第三方 已經並非 許家印的配偶 但是他明明 就是 搞了離婚 變成了並非關聯人士 但是實際上就是原來 變成了幫許家印 搞資產轉移 恆大有900多億 的 分紅 由許家印和丁玉梅 就是100%持有的BVI公司 就是透過BVI公司 拿到所有的分紅 所以 其實這個叫做丁玉梅 丁玉梅就是 幫許家印 把大量的資產轉移到外面 其實 恆大的許家印和他老婆 絕對只不過是萬千 中國大陸內地貪官 以及富豪 轉移資產 的其中一個 就算來到今天 我們也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你仍然在倫敦最貴 的街頭 名店街 最美麗的酒店 例如半島酒店 我們前幾天剛剛去過 半島酒店 你仍然看到大量中國大陸的 富豪暴發戶 繼續在進進出出 很多人就可能好像丁玉梅 實際上他們來到英國 或者紐約 加州 他們的任務 是沒有工作 他們只是把錢 好好看著 把錢全部搬到外國 所以 他們依然來到外國 是過著 富豪的生活 即使是今天 中國大陸就是不行 其實 在海外的中國大陸的富豪的消費 並沒有改變 他們仍然是坐擁著大量的資金 尤其是因為中國大陸 現在的政策 和政治 是如此不穩定 其實更加多了人 搏老命要就知 丁玉梅現在就被揭發 原來7月份的時候 驚以 趙趙離開香港 當時 一直盛傳許家印被關閉 被禁錮在廣州 在早兩天也有消息傳出 說許家印已經被轉移到了北京 現在消息應該是作實 因為他 他和他的兒子 被圍捕 而 他的太太 可能一早就收到封了 立即 拿著錢 逃亡 目前到底丁玉梅去了哪裡呢 沒有人知道 但是這麼大的資金轉移 其實他可以走的地方沒有多少 我認為一定是英美澳加士納一個 美國 可能性最高 英國排第二 然後就加拿大澳洲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